姆巴佩以21次射门打进五粒进球排在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以及射门榜第一名 姆巴佩在小组赛中两次获得最佳球员奖杯后 均未出席赛后新闻发布会 按照要求球员在获得最佳球员奖杯后 必须出席赛后新闻发布会 否则将会被国际组联罚款每场约1万欧元 而在法国晋级八强后 姆巴佩首次出席了赛后新闻发布会 他解释了之前的行为 他表示 你们问我其他问题之前 我先诠释一下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才开口 我没有时间针对记者和普通人去做一些事 我现在需要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 我需要百分百的投入比赛 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做其他的 我知道因为我不出席发布会 法国足协会受到罚款 我将会亲自支付这些罚款 法国足协不需要为我的个人决定买单 但据媒体报道 姆巴佩两次未出场均未受罚 只是受到了国际组联的警告 媒体表示 姆巴佩不愿意再让别人抓住他的小辫子 因为此前他因肖像权的问题 与法国足协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有些人恨他哑哑扬 而姆巴佩也厌倦了除比赛之外的任何事 他现在只想做的 就是向所有人证明 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甚至没有之一 是最伟大的事 我是最伟大的事 我为你做的比赛之一 你很平均知道